不久前一档健保节目就来了一位大爷带着玉器来做鉴定 大爷直言自己的玉器值13亿 观众们哄堂大笑 这价值13亿的玉器让观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概更多的人是觉得好笑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节目中大爷表示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历时一年多的寻找 主持人对于大爷的坚持很是感慨 为大爷给自己这套玉器估价时 大爷很是自信的回答 差不多13亿 大爷简单的几个字却引来了观众的哄堂大笑 观众在台下搭枪了 大爷您也太没有眼光了 大爷就是大爷 没有气恼 也没有与其争执 专家在健保的时候 看了两眼 整个人就不淡定了 专家们在经历仔细的鉴定和商量之后 续续开口 并不是大爷没有眼光 是大家不懂宝物 这套玉器是来自汉代皇宫里面的东西 其中还有一些是皇帝佩戴过的古玉 要知道这在古代就是身份的象征 大爷对待宝贝的保存也是非常小心 宝贝的橙色很好 光泽度也很棒 看起来就是很上乘的物品 保守护价的价值绝对不止13个亿 专家此话一出 观众们都惊呆了 这可真的是价值连城了 大爷露出喜悦的神色 面对笑容 表示自己果然没有白来一趟 很多珍贵的东西就是看起来很普通 这也告诉我们 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不能以貌取人 我们不能单看一个人的败表 就断定他的能力